在娱乐圈有许多新二代 他们从出生就备受关注 如今他们都如何了呢 挖掘新闻内幕 讲述明星故事 大家好 这里是新闻哇哇哇 欢迎收看今天的精彩节目 1.胡瓜 胡瓜的儿子胡诗安 由小赵又廷之称 年仅23岁的他一出道 就顶着明星光环 备受外界瞩目 近日他为了宣传新戏 与姐姐小珍一起上通稿 小珍也开心地晒出两人同框罩 两人的高颜值在网络上 掀起一阵讨论 小珍还晒出与弟弟胡诗安的同框罩 开心写道 今天跟弟弟上通告开心 他是不是帅帅的啊 照片中 胡诗安对着镜头 腼腆地微笑 姐弟脸长相神似 让全网友都搞笑惊呼 孩子不能偷生 并纷纷夸要胡瓜好基因 很帅的瓜哥 长得太像爸爸了吧 像清纯的瓜哥 好像爸爸 但又有赵又婷的感觉 胡诗安外出街通告 头履历视镜 都是自己来 向外从不提家族的名号 就连访问问到爸爸 姐姐时 他也没多说什么 多少会害怕被奖靠爸 但还是平常心 不要麻烦家人 姐姐没说什么 爸爸只说要加油 虽然在外闯荡不靠爸 但外貌可是遗传到了 父母的好基因 对于被说神似赵又婷的胡诗安 他则害羞表示蛮开心收到这个称赞 二 红荣红 台语歌王红荣红前年五月份 在台北及台南开场 在仅剩下一个月的时间排练时 他感到些许紧张 演唱会上还找来15岁的儿子 红亮上台演出 父子两一同排练 帅气的儿子反戴白色帽子 打爵士鼓 单眼皮笑起来有些腼腆 届时演唱会上 父子两也将合唱当年 红荣红与周杰伦合唱的歌曲 阿爸 买票歌迷可以期待一下 红亮为了不让爸爸漏气 将秀出苦练多年的爵士鼓 帮爸爸伴奏 他从小在红荣红的教育下 对音乐产生很大的兴趣 爵士鼓从四岁开始打鼓 一路不停练习 直到现在 在排练时 红亮展现水平 有大将之风 红荣红在一旁看得骄傲 全写在脸上 不禁脱口而出 我儿子真厉害 我怎么这么会声 满脸笑容 3.吴宗宪 在台湾演艺界 吴宗宪这个名字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熟悉并喜欢他的观众非常的多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主持人 号称综艺天王 在事业上 吴宗宪做的固然是非常成功的 已经达到巅峰了 但在感情生活上 他的经历可就非常丰富了 人红是非多的他 传出来绯闻恋情 有好几段 他也承认过几段 并且还爆出他同时脚踏两条船 但其实他早就结婚很多年了 是有老婆和孩子的人 并且老婆张薇薇 还为他生了四个孩子 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 尽管吴宗宪在外绯闻众多 但夫妻感情却一直坚持没散 如今四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年 但儿子吴瑞轩的表现 让人不省心 如今他也已经过了18岁 还是名校毕业 学过专业的音乐 也想进娱乐圈发展 吴宗宪作为父亲 自然是对儿子倾囊相助了 但不想儿子再进娱乐圈不久 因为女友生病美好 就在网上说 扬言要诈政府 这样市民出来赔罪 的确是非常荒唐啊 遭遇网友们的抵制与指责 说起于成庆和易能静这一对 他们俩早就已经是过去式了 当年这对夫妇 也是非常受大家的祝福 但现在单身多年 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并且有了非常幸福的家庭 但对于他们两个人的儿子 哈利来讲 于成庆和易能静 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毕竟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现在哈利已经有18岁了 到了刚刚成年的年纪 哈利给我们的印象 是一位特别时尚的男孩 也可能是因为父母离异的原因 使得他变得这样 但是在父母的眼里 哈利就是那个长不大的小孩 其实大家在一些网络上 很少能看到 关于哈利的正面照片 而且他们也从来不会 放出关于儿子的生活照片 其实哈利的个头很高 哈利要比父亲高了不少 虽然说眼睛不大 但是整体五官还是能看得下去 这也是相及了自己的父亲 于成庆 哈利的个子特别的高 所以在这场打扮也是非常的时尚 这也可能跟他读的设计大学 很有关系吧 随着现在时代的发展 年轻人追赶时尚的理念 我们也有一些不太懂得 5.寇世勋 寇世勋是大家熟悉的老演员 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家庭 寇世勋和太太崔瑶琦 自小时同学 可谓青梅竹马 1982年1月两人结婚 寇世勋走红之后 邂逅了一位贱美小姐 名叫许黎丹 连人情投意合 许黎丹告诉寇世勋 自己愿意不计名分地跟着她 不知寇世勋是怎么跟妻子 崔瑶琦开口解释的 最终崔瑶琦还是选择了敞开家门 接纳许黎丹 据说崔瑶琦和许黎丹两人同住一户 只分楼上楼下 和平共处多年 寇世勋共有四个孩子 但儿子叫寇嘉瑞 1983年出生 早在2008年的时候 就入行作演员 因在光阴的故事一句中 饰演朱磊而广为人知 号称石乃杀手 按理来说父亲是金钟影帝 寇嘉瑞在父亲的辅助下 应该演艺事业很好走的 但现实恰恰相反 寇世勋觉得儿子演技太差 对不起观众 所以一直限制他接戏 因而作品并不多 但寇嘉瑞个子很高 五官完美 很有气质 被称为娱乐圈最帅的新二代 六 秦汉 去年二月 网红杨伯尼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晒出一个视频 并配文称 本来邀请了很多小朋友 为女儿庆祝三岁生日 但女儿临时改变主意 只要求爸爸妈妈 订酒店陪他过生日就好了 事实上 这个小女孩 其实孙国豪和杨伯尼的爱女 同时也是著名影星 秦汉的孙女 虽然这个生日会 只有一家三口 但孙国豪和女友 杨伯尼 还是很用心布置现场 他们在墙上贴上气球和彩带 让整个房间充满欢乐气氛 曝光的近照中 46岁的孙国豪 穿着灰色T恤 头发全部梳到后面 露出光洁的额头 身为秦汉的儿子 他虽然不及老爸帅气 但皮肤白皙 身材健硕 小眼睛炯久有神 绝对称得上型男一个 总体来说 这场生日会办得不算隆重 但一家三口 能同框庆祝 整个画面还是很温馨的 可能有人会问 孙国豪和杨伯尼 连女儿都生了 怎么还是男女朋友关系 事实上 孙国豪至今 仍为迎娶杨伯尼 这位孩子妈 两人并没有正式登记结婚的 其 林瑞阳 有时我们不得不感慨 造化弄人 影视剧里面 第三者总会得到应有的报应 而现实中的第三者 依然自得毫无快活 第三者所生的孩子 都能得到格外的偏爱 而遭康之妻所生的孩子 格外的令人唏嘘 去年四月 林瑞阳的长子林宇 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近照 照片中林宇少年气满满 全人看不出已经是三十岁的人 她的五官精致优秀气 完美地继承了父亲 林瑞阳和母亲曾哲珍的优秀基因 然而虽然她颜值出众 并且走上了父亲的老路 进了娱乐圈发展 可是她的心图并不坦荡 甚至可以说非常坎坷 为了成为一名专业的演员 她大学毕业后 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 演员进修班学习 得到了专业的训练 2017年 她参加了快乐男生的海选 然而并没有取得好成绩 失败离场 2019年 她又一次进军内地的 男团选秀节目 以团之名 虽然得到罗志祥的极力认可 但也没有走到最后 媒体不关心她的艺术实力 他们更关心的是 林宇和生父林瑞阳的关系 林宇在接受采访时 屡次遭媒体盘问 她跟父亲的关系 林宇坦言 有时候讲多了 也怕被骂 所以干脆什么都不说 为了打消媒体的好奇心 林宇坦白说 她已经把父亲的联系方式删除了 林宇和林瑞阳的父子关系 早已经名存实亡 或许连基本的交往 都已经没有了 8.李立群 李立群作为圈内的知名老戏骨 曾塑造了许多经典角色 这其中不乏现代剧和古装剧 演技精湛的同时 李立群还是一位顾家的好男人 与圈外妻子结婚几十年的时间 仍然不弃遭康之妻 还时不时地秀恩爱 李立群曾在视频平台上 上传了居家的照片 照片中的妻子 林立青虽然满头白发 但却不是优雅 而且还透着一股文艺气息 去年4月李立群再度放闪 不过这次并不只有她与妻子的照片 还有女儿李圆圆 以及两个儿子的私人照片 她说到原版的幸福一家人 曝光的照片中 李立群虽然满头白发 但却显得十分精神 妻子一如既往的贤惠和优雅 所以老夫老妻 两人私底下其实十分恩爱 除了不时的搞怪之外 还甜蜜搂肩撒狗粮 其实李立群与妻子结婚多年 未有绯闻 除了和她的为人有关之外 亦是因为妻子 林立青的付出 据了解 林立青是已孤戏剧大师 李国修二嫂的妹妹 李国修当年是她的媒人 两人见面后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用李立群的话就是 一眼定江山 像是八个月后便结婚 婚后林立青为了李立群的事业 放弃了自己 国画大师弟子的身份 她画作水平十分高 却甘愿做家庭主妇几十年的时间 如此付出 也让李立群找不到出轨的理由 由此便塑造了两人 坚如磐石的婚姻 除了与妻子的合照之外 李立群还单独晒出了 与女儿李源源的合照 三十岁的李源源 虽然没有爸爸李立群那样出色 但却是一位高材生 她创作的喜剧 曾让冯小刚胜赞 李源源还曾因为 与黑人男友恋爱 从而登上内地的热搜 事后李立群出面回应网友 他们已经分手 不过李立群对于女儿的婚姻 一向看得十分开 所以并不会为此去约束女儿 另外李立群还罕见 曝光了两个儿子的照片 虽然颜值方面不是那么的帅气 但却透着一股善良 相信这股善良是遗传了李立群 细细观察不难发现 两个儿子应该长得像妈妈 虽然不知道他们具体的职业如何 但他们都让李立群夫妻感到骄傲 其实李立群对儿女的婚事以及职业 从不刻意地去关心 他曾在他所写的书籍中说道 不指望他们 不催他们 都自由自在的 这些明信儿女友的继承父业 好奇不已 下面就为大家盘点一下 七位男神和他们孩子的颜值对比 1.胡瓜 胡瓜的儿子胡诗安 由小赵又婷之称 年仅23岁的他 一出道就顶着明星光环 备受外界瞩目 近日他为了宣传新戏 与姐姐小珍一起上通告 小珍也开心地晒出两人同矿照 两人的高颜值 在网络上掀起一阵讨论 小珍还晒出与弟弟胡诗安的同矿照 开心写道 今天跟弟弟上通告 开心 他是不是帅帅的呀 照片中 胡诗安对着镜头腼腆的微笑 姐弟脸长相神似 让全网友都搞笑惊呼孩子 不能偷生 并纷纷夸要胡瓜好基因 很帅的瓜哥 长得太像爸爸了吧 像清纯的瓜哥 好像爸爸 但又有赵又婷的感觉 胡诗安外出街通告 投履历视镜 都是自己来 向外从不提家族的名号 就连访问问到爸爸 姐姐时 他也没多说什么 多少会害怕被讲靠爸 但还是平常心 不要麻烦家人 姐姐没说什么 爸爸只说要加油 虽然在外闯荡不靠爸 但外貌可是遗传到了父母的好基因 对于被说神似赵又婷的胡诗安 他则害羞表示蛮开心收到这个称赞 2.宇承庆 哈林宇承庆和前妻依能静所生的儿子小哈利 宇恩利已经20岁了 随着他成年 容貌被解封 小哈利不仅在微博以恩利知名出道 也越来越做自己 常分享自己扮女装娇妹的模样妆容 对此 宇承庆近日出席活动被问及此事 大方表示确实看过儿子扮女装的照片 但他不在意 觉得儿子开心就好 更指过去自己的父亲 也是不插手让自己玩音乐 令他感恩至今 宇承庆2009年与前妻离婚 两人分开后 小哈利轮流与父母亲生活 伊能静也常在社群网站晒出母子俩合影 但一开始都未揭露儿子真实长相 直到2019年伊能静才发文证实 离婚时和哈林协议 直到儿子18岁才能公开儿子的样貌 伊能静当时表示 虽然尊重你爸爸的决定 不给大家看见你的样子 但妈妈真心觉得你好帅 隔年小哈利的正面罩正式曝光 伊能静还晒出儿子陪自己练舞 鼓励他去参加石静秀的影片 让大家一睹哈利的庐山真面貌 气质斯文 美语中又很有宇成庆刚出道时青涩的模样 伊能静更为了让儿子原心梦 公开替小哈利宣传新开的账号 母子俩还拍了不少又美又帅的时尚照片 引发讨论 而除了小哈利新二代的身份 平时小哈利常在IG分享伴女装的照片 更是掀起热议 据自由时报报道 与成庆昨出席2022爱不止息慈善晚会 开明表示只要儿子开心健康就好 做爸爸的他全心支持儿子 他要这样做一定有他的想法 并赞扬儿子的艺术天分 透露想在家里挂几张画 但觉得外面卖得很贵 有考虑请儿子帮他画几张 他更回想自己当年也是爱玩音乐 而爸爸从不阻止他 那时父亲的做法对我影响很大 我是事后慢慢的才感受到他的用心 3.洪荣洪 洪荣洪是台湾著名的台语歌手 也是台湾有名的主持人 他出生在台湾的音乐世家 他的父亲是台语歌坛最著名的低音歌王洪一峰 他也被大众誉为是台语歌坛王子 虽然如今洪荣洪已年进花甲 年轻时候的他也是实力与颜值并存的一位艺人 前段时间 洪荣洪与儿子洪亮为了演唱会彩排 洪亮秀出苦练多年的爵士鼓 更与老爸合体飙丧 表现让洪荣洪很满意 骄傲喊 我儿子很厉害 我怎么那么会生 已经20岁的洪亮 遗传了父亲的音乐细胞 有趣的是 洪亮其实对老爸的台语经典歌都不熟悉 唯一会唱的只有偶像周杰伦与爸爸合唱的阿爸 这次才会特别选唱这首歌 洪亮歌唱表现让爸爸洪荣洪很满意 父子俩在排练时 导演要求洪亮说台语与观众互动 只见洪亮不停向父亲求救 让洪荣洪笑说 平常跟你们讲太少台语了 结果到现在一句都不会讲 要回家好好调教一下 四 吴宗宪 在台湾演艺界 吴宗宪这个名字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熟悉并喜欢他的观众非常的多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主持人 号称综艺天王 在事业上 吴宗宪做的固然是非常成功的 已经达到巅峰了 但在感情生活上 他的经历可就非常丰富了 人红是非多的他 传出来 绯闻恋情有好几段 他也承认过几段 并且还爆出他同时脚踏两条船 但其实他早就结婚很多年了 是有老婆和孩子的人 并且老婆张薇薇 还为他生了四个孩子 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尽管吴宗宪在外绯闻众多 但夫妻感情却一直坚持没散 如今四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年 但儿子吴瑞轩的表现让人不省心 之前吴瑞轩因吸违禁物品被抓 此事在网上引起了热烈讨论 据悉 吴瑞轩在圣诞节当晚去夜店消费 在路边逗留时 巡逻的警察闻到他身上浓烈的味道 经过检测后发现是违禁物品 警方便将其带回了警局 而知晓此事的吴宗宪 也没有替儿子开脱 立马在社交平台发布了文章子不交 付之过 生养教培 这个是我们为人父母所应该要负的责任 是法律的部分 更是道德的最基本标准 恳请法官从重量刑 5.寇世勋 娱乐圈有很多的实力派老戏骨 寇世勋可以说是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老演员 寇世勋如今有四个孩子 大儿子寇佳瑞也是一名演员 凭借光阴的故事而被网友广为熟知 近年来也相继出演了多部优秀影视剧 电视剧中寇世勋的冷面给人印象极深 他似乎从来不笑 冷面人士 而现实生活中的他对人多是抱以微笑的 寇世勋与儿子还曾同框合作 一起为新剧做宣传 虽然寇世勋明显苍老了很多 但是精神状态还不错 寇佳瑞的精神状态非常好 而且高大帅气 一看就有很高的辨识度 而且也很有气质 对于和父亲一起拍戏 寇佳瑞也表示 这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也许很多人会说 寇佳瑞的演技不如父亲 全是沾了父亲的光 但是他会以平常心去对待 同时也会好好打磨自己的演技 不会给父亲丢脸 同时 寇佳瑞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宠女儿狂魔 他说 女儿就是上天带给他们全家的礼物 能够治愈他一天的不开心 同样身为爷爷的寇世勋 对这样的孙女也感到非常满意 六 秦汉 秦汉原名孙祥忠 年轻时长得斯文儒雅的他 曾是穷瑶御用小生 演出过《庭院深深》 《烟雨萌萌》等多部经典穷瑶剧 并数次获得影帝的殊荣 除了演戏 秦汉最为人熟知的便是 他与大美人林青霞复杂的情感纠葛 秦汉认识林青霞之前 已与经营化妆品公司的邵乔因结婚 婚后生有一子一女 这个儿子便是孙国豪 近日孙国豪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晒出了一组近照 曝光的近照中 孙国豪梳着大背头 穿着红色外套 打扮十分的亮眼 别看孙国豪皮肤如此的白细细腻 其实他已经快五十岁了 虽然年纪不轻了 但遗传了爸爸基因的他 长相依旧帅气 再配上180厘米高大的身材 让他至今仍备受女粉丝青睐 7.林瑞阳 台湾第一小生林瑞阳 早年也是穷瑶剧的知名男主 长相帅气的 他与酒窝女神张婷婚后生下一儿一女 养的孩子颜值不高 也被外界热议 之后 林瑞阳张婷夫妇转型成功 他们的事业越做越红火 女儿和小儿子曝光率也高了起来 其实林瑞阳和前妻曾哲珍也育有一双儿女 大儿子林宇已经30岁左右 但林瑞阳和前妻的两个孩子互动率并不高 而两个孩子很争气 大儿子林宇曾参加以团之名 近年也参拍影视作品 林宇身高182 长相和发型 酷似年轻时的林瑞阳 和张婷的两个孩子不一样 林宇长相帅气 眉眼间遗传了妈妈曾哲珍的高颜值 这些明星的孩子 有的继承副业 继续在娱乐圈发展 有的却生活得不尽人意 不管如何 希望他们越来越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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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